各位晚上好 昨天晚上结束了一场焦点战的中超比赛 为什么说这场比赛是焦点战呢 其实不关于积分排名什么的 而是关于更多的这些常来要素 是这个河南主场面对海港的这样一场比赛 河南再一次扮演了这个半猪吃老虎以若胜强 爆冷门这样的一个弱者的赢球的角色 也是像在很多年之前 当年中超还是金人足备的时候 有这个恒大 海港 生花 泰山 国安这些队都在的时候 建业总是能够在他们的航海体育场屡屡上演 以若胜强的一个好戏 当年贾学拳贾到这个我们是来学习的 这个贾学习一言是声名在马 那么再次恭喜河南球迷取得了这样一场比赛的胜利 另外一点就是我刚刚所说的这个常满因素 起因是由于在之前一场亚冠资格赛当中 海港是输给了泰国一支球队 如果在一个平常不怎么看球 不了解足球 不了解中华与赛 不了解中国球员的一个普通中国人 百姓看来 这肯定又是中国足球的一大 笑料一大 败笔一大 让人嘲讽的点 但是呢 但凡是看过那场比赛的 这些球运朋友们 我们从纪念术的角度分析 这其实就是他们主要练 哈尔格尔对于这场比赛的不够重视 太过于自信 觉得这个 好像泰国队来了之后 就随便拿捏 殊不知啊 这个泰国队东南亚足球 在过去的十几年间 虽然说没有能够扮演的 一个中国队一个阻击角色 但是他们一个非常灵活细腻的脚下风格 在亚冠赛场上 或者说是在国外队赛场上 并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那么这之中最著名的就是当年 这和肥输的那场比赛 依然是被钉在吃午柱上 在这场海港队输到了比赛之后呢 这个海港队内的这个 一旦以这个憨厚的老好人形象出现 这个蔡国康在彭学院发了这样的消息啊 大概就是自己输球之后也很不开心 但是看到了球迷们在看来上背对自己 当自己的孩子问他这些 球迷为什么要背对自己的时候 自己呢做了一番解释啊 也是说是他们可能在检查灯泡啊 这样一个回应 那么这一句话呢就可能戳中某些人的神经了 觉得这个好像是在讨讽球迷一样 一下就受不了了 一下就开始开罵开喷啊 我们所有的这些这些喷子黑子全部集合啊 蔡国康说这句话我们受不了了 我们就把他干死他弄死他 让他社会性死亡啊 这个就疯了啊对吧 哎 没法弄啊 那么在昨天对阵河南队的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呢 呃 蔡国康呢也是做了一个道歉啊 当然呢这个道歉呢 呃到底是跟球迷之间有没有这个交流呢 我们不得而知 就像这个海港队的球迷 海港队球员在现场的时候啊 面对呃 球迷就做这样的拍拍手现场动作的时候呢 球迷往后一架啊 背对 这双方你说有什么交流呢 能有什么交流呢 完全是零交流啊 就是球迷呢 享受的是什么 享受的是球队在 嗯 赢球之后啊 带给了他们的那种爽啊 而球员呢 做的是什么 就是按部就班啊 然后就在一步一步就按照该做的事情啊 这个该做的事情打个上一号 我该去谢个场 到底他跟这些球迷有没有一个心灵上一个这样一个交流 情感上一个交流有吗 照我看来 这个夜脸就没有可笑啊 球员来说的话 如果我不去谢场啊 那可能会被被这些 恨子黑子啊 这些所谓的球迷又一顿干啊 就像这个 此前一幕又一幕发生的过的事情一样啊 那么今天呢 就先来聊一聊 在中国这个足球社会当中 球员跟球迷之间的一个相处和关系吧 首先我来说明一点啊 在中国其实非常非常少存在所谓的真正的球迷的 你别看那些在看台上啊 好像穿着衣服啊 在那骂裁判 骂对方球员啊 口号整齐话一T里夸杀的 在那喊那帮人都就是球迷啊 不一定啊 真不一定 你说你说在这个公体 在什么这个八万人体育场啊 在山东队的主场啊 海港队 山东队啊 广州队主场 无数次的每一幕几乎出现那些相同的画面啊 就是那些球迷在看台上互相问候啊 什么猴子啊 乌龟啊 什么浙花啊 乱七八糟都来了啊 这 你说这些看球的人呢 其实更多时候呢 是去到这个体育场 找到一个所谓的自己的一个身为球迷的一个存在感啊 你说在中国哪里骂人最难听的话 我觉得这个球场绝对是一个可以拿出来说的一个地方啊 在这个国外的主场啊 我曾经看过那样一小段视频 让我真的是触目惊心终身难忘啊 我抱着一个学习球迷文化的态度 点进去的时候呢 发现一看 发现一个不到15岁 大概也就是12、13、13、14岁的这样一个孩子 然后扯了嗓子对裁判啊 对对方球员啊 一直在进行这个 这个国粹啊 这个不停的问候 而且他那个面部表情之愤怒 他那个口型之放肆啊 他那个整个人喷薄出的那种激情那种状态啊 你是无法逼你啊 我觉得这个 人生的一个高光体验 在人这一辈子当中可能很少有啊 很少有这样一种 能够彻底抒发自己情绪的一个状况啊 大多数时候 大多数时候呢 人的情绪还都是比较平准 可能在你达成了某项巨大的成就之后啊 或者说是 在一个无法控制的一个愤怒的情绪之下啊 遭受的巨大变故之后 才会有这样一个 如此 发泄的一个这样一个表现啊 那么那位少年在我看呢 的确是给我留下了非常非常深的印象 那么球迷这块呢 他们对于球队不一定真的爱啊 当然了 我这里不排除有很多球迷啊 是爱他们的球队 爱他们的球员啊 分析他们的球队 我们应该打什么样的战术 我们的球员擅长什么位置 他们是什么特点 我们下一场比赛面对的球队 对手他们什么特点 我要去主场 给他们去加油助威啊 等等等等 但是呢 真的很少啊 真的很少 而像这个 面对球员现场啊 背对的球员 然后开始说什么 出来道歉 真的喊 出来道歉 真的喊 丢人现眼 真的喊 我就不明白 你们这些球员 你们到底是 给了这些球员 发工资的领导啊 他们公司老板啊 还是怎么着啊 还是你给他捐了多少钱 还是怎么着 你就觉得自己好像是 他们球员的爹 好像你就真的成了 人家的一世父母那样 在那问候人家啊 别说人家父母 到底有没有这么骂过人家 你作为一个球迷 我不知道球迷这个 名词背到你们身上 你们觉得自己 是不是有什么名词金牌啊 什么 在这样一个场上 肆无忌惮的做出一些 这样让我感觉 匪夷所思的动作啊 你且不说你是 捐了多少啊 你就穿这么一件球衣 去到场上 我真的 我真的衷心的希望啊 以后在我们中国 来在赛场上 不管是球场 还是一些别的社会场景上 这种情况 能够少发生一点 比如说 像我们陕西球迷 我们陕西球迷 好歹 现在也是这个 会员制的俱乐部了 对吧 多多少少算是这个 俱乐部的主人了 对吧 而且我们陕西球迷 前两天还给俱乐部 捐了一辆黑色的 非常酷炫的大巴 这真的是出钱了 你别说 我们当地这些 虽然说只是一只 小小的中冠球队 但是我觉得这些情怀 这些感情啊 还是要这样一步一步 来培养的 而像 其他大多数地方的一些 球迷 我只能说 我不是很了解 可能你们这样 骂人家 有你们这样的理由吧 可能在 欧洲 在英国 在德国 人家那一个小镇啊 的这个 小镇的一个球队 可能 呃 球员 呃 俱乐部上下啊 这是一大又一大的人 不停的去支持他们的 而且熟悉他们 俱乐部里是呢 每一位球员 我不知道我们现在 有没有这样的案例呢 啊 很明显 肯定是没有的 这个是从 球迷面对 俱乐部面对 球员的角度 我觉得这个 反正是呢 是挺混乱的啊 这个这个现象 那么从球员角度 来看 但球迷呢 哎 怎么说 他们是有一个公众人物的这个枷锁在在谁上来 比如说像前两天的蔡古康在朋友圈发的这种东西 他且不说他在现场并没有对球迷做什么过分的动作 只是在球 从朋友圈发表了这样一个言论 并且呢 如果你真的读过那段话的时候 你会发现并不是一个多么过分的东西 他只是向孩子去 解释这样一个现象啊 描绘了这样一段词词汇啊 用这个什么修东胖之类的东西啊 然后就让这些网友啊 球迷啊 大家嘲讽啊 那么那么我觉得在中国球员的历史上 面对采访 面对球迷 这个在情商啊 在面对采访这块 能赶上母总母八位的这样一种发言水平呢 那可能就是我们的老队长政治了 但之前在官方队的每一次比赛结束之后的采访 包括在恒大队结束比赛之后的采访 包括在面对球迷的时候呢 也都是非常大起 这个高度起点非常高啊 从国家的角度 从国家队的角度 从主要量的角度说了很多 我觉得这个 他这一点呢 的确是值得所有中国球员去学习的 另外一点呢 从现阶段这些职业球员的 他们的职业生涯来看 从他们小时候学地球 从他们清学教练 教给他们的东西的时候呢 在文化 在情商 在面对社会关系 社交媒体这一方面 肯定是没有学过东西了 而且呢 这个学习成绩呢 吴磊学习成绩呢 应该算是非常好的 那像什么蔡惠康啊 说出昨天晚上 这个之前在鹏圈的这样一个话 显然他心里肯定是没有什么恶意的 但是呢 这个情商呢 确实是多多少少差了一点啊 说出这样的话 的确不够高见面啊 可能如果他能够够有黄渤一半 这个说话艺术的话 可能就会好一点 再来呢 就是海外之间海港队 让印象深刻的这个副官啊 说那番地铁言论之后呢 也是让人对现在中国球员的这个素质啊 文化水平啊 表示堪忧 所以我觉得现在 现阶段中超呢 我是真的不太愿意看啊 为什么 因为现在中国足球的未来啊 或者说是中国足球的成绩 远远不会体现在现在这批职业球员身上 可能在10年之后啊 现在09年10年出生之后的这批孩子身上 可能我们会看到一些希望 而且呢 看到希望了前提是 在10年之间啊 不要发生某些 让这些孩子提不出来啊 然后足协啊 社会啊等等方面 给给了他们一个又一个的不方便 他们成长这样一个环境和枷锁啊 那的确是很难 好啊 大概就说这么多 聊了一下这个球员面对球迷和球迷面对球员啊 在这两个名字看来 大家应该是一体两面啊 在一个整体下的不同的两个面 大家相互支持 相互鼓励 相互理解 但是在中国 这个球员和球迷的好像是完全不相关的两头东西啊 他们之间的互动呢 也仅限于在球场上下互相指责互相骂啊 球员现场的时候呢 毫无感情的这个现场啊 没有一点灵魂 球迷骂的时候呢 也是肆无忌惮 完全没有把球员当成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虽然他们干的是一个娱乐产业啊 你觉得他们实际上有上民属性 你们可以去指责去批评 但是肆无忌惮到这种程度 外加上这个娱乐啊 让你射死 给你编段子乱七八糟 这些地方是人力难以承受之重啊 另外呢 他们球员的文化水平也不高 这个回复的这个能力啊 这个公关措辞也的确是很差啊 反正呢 最后结论是什么呢 最后我的结论就是稀里糊涂啊 弄不清楚啊 双方那个素质呢 都有待下降啊 你再下降一下 跌到谷底呢 说不定能够触底反弹啊 或者说是 你一个素质能够有待提升 或者说是 这批球员呢 有待淘汰啊 真的是 我觉得 在说话 球技上能够多一些 像这个政治老队长这样的球员的话 可能还不好一点 可能可是现在看起来呢 很难啊 很难啊 结论呢 今天聊了十多分钟的结论 就是双方都是稀里糊涂啊 都他妈的 问题很大 看能看看不能看拉倒啊 咱就糊弄 反正我之前几期聊这个中俄询询的时候呢 大概结论也都是这样一个结论啊 就是没法弄 无法弄 就是死循环啊 包括像祖协处理一些什么裁判事件啊 马宁又这个大哥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 祖协不出来解释什么误判了 什么海藏队 什么保送啊 什么乱七八糟 没法弄 现今段根本没法弄 无法弄 稀里来为